2009年,一张少女手捧奶茶的照片突然在网络上爆红 凭借着清纯可爱的气质,她被众网友称为奶茶妹妹 转眼来到2021年,当初的奶茶妹妹以584亿的身价 成功登顶中国最年轻女富豪 那到底是什么让学生妹张泽天完成了从网红到女首富的蜕变呢? 这里是大老局中局,让我们走进张泽天探寻真相 当初因为奶茶妹妹的清纯形象走红后 张泽天也成为互联网时代第一批网红的代表 当时有很多大老向他跑来赶揽军 网传著名导演张艺谋甚至三公茅庐 先后想让他出演《精灵十三差》《深渣树之恋》等电影 若换作常人,面对眼前如此唾手可得的利益 或许早已乱了阵脚 但张泽天却一一回绝了 这些诱人的出道条件,面对记者采访 他表示,我也不是学这个的,我去演可能会演不好 我还是想冲一下好学校 徐六岁的年纪还未成年 当很多高中女生都对未来某某懂懂徐 张泽天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不得不说,他的这份情形确实令人佩服 当然,张泽天并不是说说而已 2011年,张泽天以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的身份 参加清华大学保送考试被成功录取 在校期间,成绩优异的他 不仅进入南京电视台实习担当出镇记者 还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做交换商 之后还加入微软搜索技术中心市场团队实习 2015年实习结束后 张泽天顺利加盟江苏卫视 并且主持《燃烧把大脑》的节目 同样在这一年,张泽天顺利从清华大学毕业 他的目光也早已放到了更远的地方 早在哥伦比亚流血期间 张泽天又遇到了足以改变他一生的人 那就是金龙老板刘强东 2014年,两人在纽约甜蜜约会的场景被曝光 随后两人感情进展十分顺利 张泽天也在2015年宣布嫁给刘强东 消息散开后 网友也在第一时间给张泽天打上了拜金语的标签 更有人把他与刘强东的恋情称作妇女恋 大家一厢情愿地认为,两人的婚姻只是美貌与金钱交换而已 但事实上,以东哥的婚室年龄相貌 富家名媛张泽天配他说一句资源等量 门当户对,并不算过分 周则周据,刘强东赶在结婚的前一天 预值了十年的年薪,指领一元年薪 并且把26.5亿元都化为了婚前财产 面对如此严谨而苛刻的婚前协议 准备等着看张泽天的笑话 计划的如果两人以后离婚 张泽天将只能分到五块钱 面对外界的争议,张泽天并不这样认为 他明白自己最需要的不是锦衣玉食 甚至不是离婚时能分多少家产 而是更有价值的东西 那就是通往上流社会的入场圈 其实从张泽天16岁开始在面对选择时 他就像一位棋盘高手 绝不会局限于眼前的利益 而是懂得偿钱投资 嫁给刘强东之后 张泽天并没有一位享受至最精密的奢侈生活 而是不断地提升投资自己 虽然结婚几乎与怀孕同时进行 但在怀孕期间 张泽天依然坚持上网课 恶不财务金融知识 等孩子出生时 他就已经成功拿到了意大利伯克尼大学的 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的课程证书 除此之外 在生下女儿后 张泽天更是从软妹子直接变成女强人 不仅学习商业知识 他还学习英语穿搭 学习一切能够让自己得到进步的学习 每晚8点到9点半 他都会放下手机 排除一切干扰 紧闭阀门 学习财务商业持续 这样的高强度学习 让张泽天从曾经那个软妹子 华丽变身为京东老板娘 而张泽天对于刘强东来说 无疑是他最大的活广告 作为美国服装协旅协会的会员 在纽约举办的私人晚宴上 他用流利自主的英文发言 向国际顶级品牌的高管们 介绍京东的优势 在张泽天的影响下 不仅为京东节省了上亿的广告费 还帮助刘强东成功 将京东从二线点上 迈向了可以与淘宝抗衡的一线点上 除此之外 张泽天还出席 嘎那时尚派对 现身巴黎迪奥大秀 与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会谈 出席英国皇室婚礼等等 献煞众人的聚会 除了这些光鲜的亮相之外 他还懂得通过做慈善 建立声望 不仅支持联合国发起的 母婴营养包公益活动 还帮助重庆贫困山区儿童 推动落后地区的教育发展 不得不说 张泽天的每一次亮相 都是在给京东做免费宣传 对此业内曾流传这样一句话 奶茶妹妹凭一己之力 成功打败了阿里巴巴 整个市场部 本以为京东会在张泽天的辅佐下 赶超阿里 但平地一声惊雷 打进来的猝不及防 2018年 刘强东事件获抱拳旺 当众人都在等着看好戏时 20多岁的张泽天 再次做出惊呆世人的选择 2019年8月 他痛定思痛 一人远赴英国剑销身造 直到2020年 中国新财富榜单公布 27岁的张泽天和丈夫刘强东 以584.2亿元的财富值 位列第31名 而张泽天也一跃成为 中国年度榜单上最年轻的富豪 目前张泽天的商业版图 已逐渐成乡 据其叉叉显示 与他有关联的企业就有七家 不仅创立江苏张泽天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还在三家企业占高个股份 同时担任两家公司董事长 和一家公司的董事 所以说张泽天这样的女人 就算不依靠婚姻 也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 本期的分享到此结束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小编 我们下期见